嘿!我是NB大熊Muchbear 今天呢有點不太像是開箱 而是類似一個我最近買的東西的小展示 因為最近出了一個東西就是 迪士尼的樂高人偶包 它裡面的角色都超級可愛 尤其是最近這個 米奇跟米妮呢 他們出了一組樂高的傳 經典動畫裡面的時候的傳人 這次收錄的角色都非常多 而且有蠻多我都還蠻喜歡的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這一次到底買了什麼吧 因為呢這種人偶偶包啊 它是隨機的 就是這些人物裡面隨機抽到 而且一盒裡面呢大概會有兩組到三組 算是 真的是靠運氣抽 可是我呢本身是沒有運氣的人 所以我就是直接用買的 我直接找那種就是有些店家 他們會自己摸完以後 拿出來加一點價格 然後來買單買一隻看多少錢 我是用這種方式買的 那我呢第一個要展示的呢 就是這一隻 米妮 它的米妮超可愛的 因為買不到船 所以只好買一下 這個抽抽包裡面的米妮囉 這個超可愛的 而且它的裙子啊 是另外裝上去的 所以它是可以另外脫掉 然後手也是 啊! 剛剛發生了一點小意外 它的手呢 是可以轉動 可以動的 這裡 然後可以旋轉動的 然後頭呢也是可以動的 另外呢 這一次比較特別的零件呢 是它的帽子 它帽子呢 不是傳統的樂高的零件 而是它上面有多一根小小的 然後頭上有一個插槽 其實拔掉的話 它其實跟米妮長 差不多只是多了眼睫毛而已 那我們第二隻呢 就是它的 米妮啦 當然最經典的要收就是 一次要兩隻一起收到 就是米妮啦 它這個米妮也超可愛 而且它帽子跟米妮一樣 是上面有一根小小根的 而且它可以跟米妮一起互換 或者是有一些 有一些樂高的角色 它的帽子也是做這種 一根的話 也是可以互相換來換去 裝來裝去的 而且把它們兩隻放在一起 真的是 太棒了 很完美的小搭配 好可愛喔 而且是黑白系列的 那我們接下來 另外一隻呢 就是我喜歡的 壞人角色啦 它就是 而且我很意外 很多人都不知道 這一攤那個 大力士海格力士是誰 雖然我沒有收 不過我真的是 比較喜歡這個 壞人的角色 這個角色呢 它的那個角呢 是因為它在 動畫裡面是 幻影 就是有點像 煙霧的東西 然後它就用了 像 之前出過 小美人魚系列的 烏蘇拉的 章魚角的這種 特殊零件 來做成它的角 營造一個煙霧的感覺 其實營造起來的感覺 還蠻不錯的 而且它 頭上這個 也是特殊零件喔 缺點是 這個 好像拔不起來 因為我之前有試著要拔 可是好像拔不太起來 對 它這個頭髮的零件呢 火焰零件 是黏在上面的樣子 我拔不掉 算了我們還是不要硬拔好 等一下拔壞掉 我就要哭了 哈哈 接下來呢 下一隻就是 捷克 這個就是聖誕夜驚魂裡面的捷克 而且你不要看捷克這樣子喔 它手上拿的是雪花 它旁邊的小箱子呢 可以打開 裡面裝的呢 也是小雪花片喔 它的雪花片給了蠻多的 總共好像是四片的樣子 而且它後面還有小披風 就是那個 它迫迫讓燕尾服的小披風 接下來有一隻 很多人一定 很想要很想要很想要 因為它真的是 前陣子出來 它的電影之後呢 紅到所有的小女生們都會唱 Let it go 沒有錯就是我們的 艾莎公主 而且它這個艾莎公主 超可愛的 它上面還有給一個 雪花的結晶 這雪花結晶超漂亮的 這應該也算是特殊零件吧 我不確定 因為有可能有一些 雪地場景的 樂高系列可能會有這個 可是有一個東西呢 絕對是特殊零件 就是 它的披風 這披風美到不行耶 夭壽 閃亮亮的 超美 而且不要看它這樣子 只有這個披風喔 其實它細節的地方呢 它的衣服的部分呢 也是坐亮晶晶的喔 它整個印刷上去都是超美 這不是貼紙喔 這是印刷上去的 樂高的人偶有一個重點呢 就是它所有的 樣子啊 臉啊 然後衣服上面的文物啊 全部都是印刷上去 看這個手臂的 影片桿啊 這個金屬的地方 全部都是用列印的 所以比較不用怕它說 像會降貼紙這樣 就是經過時間 欸 然後就掉了 這個是很可以玩的 今天呢 我為什麼會拍這個影片呢 其實 我前面幾支是前幾天就買 而且我 我太興奮本來想說 拿來拍成開箱 可是 買到的時候真的是太想要 而且很怕自己是 買到 就是不一定就是 可以摸得非常準確 那我就是習慣性就是 買的當下就會直接拆了 建議如果說想買這一組的人 如果是買人家 已經摸好 臭臭包的話 就盡量也是現場拆開 這樣可以跟店家 就是確定說 喔 你買的是沒有錯的東西 對 那我呢 這一次另外呢 加夠了這兩包 這兩包呢 猜猜看是誰呢 來看看吧 因為這個店家還蠻準的 後來跟他預約的時候 他都摸得還蠻準的 所以我就沒有在現場 拆鋼腳就拿錯了 看到這個腳就知道了 不對啊 就是剛剛的這一隻壞人啦 GG啊 果然應該要現場拆開才會知道 沒關係 算了我不相信這一隻 絕對很薪水 那另外一隻呢 這隻就對了 這個頭髮 我相信很多 看過電影的人就知道了 這隻是誰 那我們來把它組起來吧 樂高呢 他的組法呢 非常的簡單 就是臉在這樣 然後就是把頭髮給 壓上去 頭髮壓上去 然後我們就來看一下說 他有沒有一些披肩啊 或配件 這隻呢 是有披肩的 披肩呢 通常都是先裝在人偶的身上 就是先把它給 在頭的插銷這裡先裝上去之後呢 把頭給壓 頭髮歪掉了 變得好可怕 把頭給整個壓上去 然後就可以來裝 腳的零件了 腳的零件裝完了 因為有一些角色呢 他都還似乎有一些配件 那這一隻的配件呢 就是一個小小的提燈 提燈的部分就是 直接給他卡上去就好了 醬醬 這樣這一隻 LADYGO 冰雪奇緣裡面的 這是安娜嗎 哼 艾莎的妹妹安娜 就完成了 他其實很還原動畫裡面的衣服的雕刻 像他身上的花啊 花一樣啊 都還蠻認真的 而且這個安娜呢 他跟艾莎一樣呢 是有兩個表情的 樂高有的時候 他這種人偶包會在 某些特定的角色呢 做兩個表情 讓你可以用頭髮呢 就是在他頭上轉一下 然後替換以後 就會立刻換上另外一個表情 醬醬 今天呢 我們的開箱呢 就是這邊這些 這也不太算開箱 有點像是 戰利品的小展示 非常的可愛 樂高系列真的很值得大家去搜 有喜歡的話 現在快點要去買 因為樂高的這種抽抽包 超級搶手 要快點去買喔 要不然很快就會被買光光了 真的是要多注意 然後呢 雖然今天抽到兩隻這個 有點悲劇 不過 我可能會找個時間呢 再去把另外一隻補齊 我今天其實想要買的呢 是這一隻 他是捷克的 他算老婆嗎 還是女朋友呢 捷克老婆還是女朋友 不管反正就是他的伴侶 因為我想說讓他們有一對 就是讓他們感情很好的在一起 結果 居然是第二隻他 沒關係 我再找機會去把他補齊就好了 今天呢我的開箱以及展示呢 就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訂閱一下 因為目前訂閱數呢 還是沒有很高 記得訂閱呢 要幫我按一下 要訂閱在下面 或是留言呢 跟我聊聊天 或是給我什麼建議呢 都很不錯 而且我都會回應 因為現在的人 幾乎還沒有什麼留言給我 我絕對會回應你的 然後請幫我按讚跟分享 拜託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 MV大小Machbear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